早上起床最棒的就是見到這個雪景 我們現在準備了,吃完早餐,然後出發 我們就住這個雪場的升降機下面,很近 很多飄雪 好,吃個精緻的早餐 我們出發了 還要下雪的 現在去買雪卷 三日卷 但你是白色了,你怕不怕找不到你嗎? 不怕啊 不是,我做了一些藍色衣服 但以我記上應該找不到 因為我一直都是生腳 我們來這裡 我們就買三日卷 三日卷就是15000日圓 很怕善低 試一下就起來吧 今天很棒,有很大雪 終於乘完藍車上來 這次是沒有炒,因為我很緊張 有點害怕,實在沒有玩 是沒有炒到的 哇 哇 哇 剛剛試了那個偷浪 太快了,大炒 現在 右手好像脫掉了 完全煩不動力 又躺正 因為其實我還沒試過脫掉 現在越來越誇張,越來越大雪 看你今天也要休息一下 最後發現我是脫掉了 我又順便分享一下 在日本求醫的經歷 我數了一點半 就發現自己脫掉了 我就回到酒店 拜託酒店的職員 幫忙找診所和醫院 他就很好人 幫我們找了一個距離 以無連10分鐘左右的車程 的診所 但是他們就開一點半 那我就回到酒店房等 等到1點半左右 然後他們又載我過去 那誰知道去到 就發現是星期日不開的 唯有再回到酒店 再找一下 看看有沒有其他診所 發現全部白馬區那些 都不開 最後就找了大丁市 有一間醫院聯絡 然後他們就說 他們比較 在骨科上就沒有那麼專業 那他就推薦了這間診所 那這個大丁和白馬呢 都有一些距離 那大概呢 都要40分鐘車程左右 那我本身呢 就買了旅遊保險的 如果醫院的話 最多攝影機 是每天攝影機只有500元 那又有上限 那而診所的話 醫療保險 反而是攝影機到 可以50萬 搭的士 那我用了 1萬日圓 才搭到那個診所 那去到呢 就三點幾 那間診所呢 就幾多人下的 那些日本人都很好 看到我這樣的話 都讓了位給我坐下 那等下等下等到4點幾 左右就開始到 那他就問我 那他就問我照不照X光 那我就說 欸 多少錢啊 那原來呢 就照X光 就三至四萬元左右 那我擔心照完X光之後 他會不會變了 再加上診費要五六萬呢 那沒辦法啦 一定要照啦 如果大家去日本求診的話 記得呢 就要準備一些現金在身 因為他們是不收卡的 最後呢 搞到差不多5點幾 啦 照完X光了 幫我的肩膀 搞好位置啦 那他幫我做肩膀的時候 他的手機很厲害 可以馬上看到 那塊骨在哪個位置 那樣 好像照了X光照著 那樣來做的 還有他們每次做下一步的時候 他都會跟我說 要做些什麼 那就是很細心的 那如果呢 大家要記得 CAM旅遊保險的話 記得要拿那些診斷書 還有一些單 那最後的單呢 都是三萬二千幾日圓 那加上 搭的士回去 會程都要萬一日圓 這個滑雪旅程呢 大概就完啦 因為都沒得玩啦 因為他都說我 一段時間才可以 舉得起一隻手 那如果喜歡這影片的話 記得Subscribe Like和Share 拜拜